今年的比赛从5月开始可能就是奥运积分 然后比赛会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在训练跟比赛上面的调整 可能需要重新去适应一下 专注练习准备迎战接下来的赛事 宇球一节戴姿影 3月才打完全英公开赛 4月底就要迎战亚锦赛 本来9月杭州亚运不参加也决定上场 也持续202480奥运积分做准备 但接下来看一场少一场 他也提到本来预计只是打到2021就要退休 后面其实有继续打算是比较珍惜 但觉得大概明年底就差不多了 即使还能打也不想打了 重点就是珍惜现在还站在场上的时候 没有特别去就是定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对就是先以每一场比赛 然后跟训练的计划去做调整 我们一直都很尊重他的想法 家人心疼戴子引十多年来奋斗 明年打完奥运就要退休 也十分支持他的决定 继续当他的后盾 不止戴子引明确表态 桌球一哥庄志渊也颇文 晒出自己两年前的核瓷共振图片 追击版突出比2015年还严重 第三四五节涨骨刺退化很快 他也表示运动伤害速急日趋严重 近来一感撑不下去 现在坐不住手没动作也在麻痛 躺只能躺一边反手推都推不出去 拉球没办法引拍 慎重考虑开刀 球迷也相当心疼 向他喊话请爱自己多一点 已经做得很好了 赶快接受治疗 TBS新闻 虚困山草这人台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